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 到今天 眼前的眼 有点心快在我们之间 此短暂的情愿 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 不说我去看愿 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 放在楼上阴干就可以了 注意到已经阴干了 这双干活的手 洗好了润润的 我上金糖 你的怀总那么暖 曾在你的怀里入睡 你的眼角也曾 假想那棵红枣树 搬着我曾住过的老屋 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 急着我曾走过的路 文说中大名鼎鼎的茅头 有分一指三指五指七指和九指的 正常是五指居多 它为什么叫五指茅头 你看它的叶子分叉五指 这一颗是细叶的 它的叶子细尖而长 它的叶面上面布满了细细的小绒毛 这一颗是大叶的茅头 它的叶子比较粗大 它的果实长得像茅头 我们把它掰开 里面有白色的乳汁流出来 我们主要是挖它的根部炖汤 根部闻起来有椰奶香 一般来说叶子越细越极品 这个就是长在荒山上 正宗极品的细叶五指茅头 你们有见过吗 今天采了这么多的山苦瓜 也叫翡翠小苦瓜 你看它就是长这么小 它是长不大的翡翠小苦瓜 非常的茅肝 我们把它采回去 你看这个就是长在山上的翡翠小苦瓜 我们找到两个果 你看这个就是它长出来的翡翠小苦瓜 它是长不大 这样子就可以采摘了 采回去切片再干就可以 炖汤或者是泡汤 非常的回干 我们制作精油膏 这个瓶子一定要擦干 不能有一滴水 精油膏就做好了 没有一滴水分子加了白糖 把它密封起来放到阴阳中 放得越久越好 可以吧 没有长白生 哪有土人生 这个土人生的叶子 我们拿来凉拌 它的根部呢 我们来炖个鸭头汤 风吹一滴水分子 天不动 天不动 水退船一半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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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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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人生鸭头汤 已经炖了 炖了 炖了 你看 这是一颗长在房顶上的土人生 这个是它的叶子 非常柔软光滑 它的花很漂亮 但是头很丑 这个可以炖汤 今天在这一片竹林 踩这个折耳根 发现了植物界中的大明星 七叶一枝花 一般找到了一颗 就会找到一大片 你看 这里一颗 那边一颗 这边还一颗 《本草纲木》中有记载 深山是我家 七叶一枝花 拥躯如意者 一世首年 说的就是这个七叶一枝花 传说它的叶子是 七仙女扔下来的手帕 它的花是王母娘娘扔下来的法章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它现在已经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 不允许采摘 只允许观赏 我是妖猪花姐 关注我带你认识更多有价值的植物 这种全身长满刺的植刺县菜 很多人都把它当做杂草 有经验的老农把它的根拔回去 买一个大长头再加一把绿豆就是一锅好料汤 多一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赶紧叫智商同学过来喝 你们看它这个根部长得一粒一粒的 这个叫石仙桃 它既有欣赏价值又有药用价值 它有分单叶和双叶的 单叶的包汤口感比较好 双叶的包汤有点辣猴 但是养肝仙草平肝将军上面长斗的草 风贵斗草 它就喜欢长在这个小溪边 我们在路边就找到了一大片 看到没 两点睡六点起 阎王夸我好身体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你看它长得是不是很像鹿角呀 它又叫黑饼鹿角菌 它是从地底下废弃的白鱼鞋中生长出来的 一长就是一大片 证明它的地底下一到两米处 很有可能会找到乌铃生 民间也叫它雷震子 传说刮风打雷的时候 它地底下的乌铃生也会随之而转动 乌铃生到底有多难挖 真的是挖到你怀疑人生 而且可能十挖九空 挖到胳膊腿都酸了 你快来看挖到了挖到了 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 这个挖得太不容易了 我已经不打算给你用了 我决定要收藏起来 没事就上山扯扯蛋 一扯就有蛋的草你肯定没见过 它叫石黄皮 也叫慎爵 扯回来的凤凰蛋把它的皮去掉洗干净 奶奶经常用来煲汤 有条件的可以加点排骨或者半只鸡 加盐加水炖一个小时 小时后放牛经常采来生吃 有的甜有的色 会长蛋的草你们见过吗 你们知道它的价值吗 评论区留言说看看 北有长白生 南有土人生 土人生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只要给它点土 它就能夹缝求生 在南方房前屋后都很常见 唯一的缺点就是怕寒 北方是长不了的 它全身都是宝 开着粉色的小花很漂亮也很治愈 非常具有观赏价值 它的叶子软软滑滑的 可以采回家凉拌打汤烫火锅 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它的根须 长得很像人参裹着一层黑色的外皮 我们可以挖回去煲汤泡酒 它是马齿献科土人参属植物 既然被称之为人参 虽然是土的 你就应该知道它的价值有多高了 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喝了 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喝了 才有九月九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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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到九月九 它像没有烈酒 没有没有完 这个野生风贵斗草就长在路边 小溪边你看 这边还有很多长斗开花了 一早就是一大片 属不完的阴清幻原阙 八深风雪 吹不散花落 世界的眼泪 最后用它是鸡蛋 要抗油痕 蜜蜂放在阴阳煮 放得越久越好 空的有一滴水 日空 直沉 赴过彼此的距离 鸡油糕就做好了 没有一滴水动作 加了白糖 把它密东起来放到阴阳密封的越久越好 这个就是土大黄 你们认识吗